终于理解徐志胜女友为啥会有危机感 这招女明星喜欢的速度都快赶上刘德华了 能让60岁的宋丹丹听后未知色扁呢 正是拥有着顶级CPU的徐志胜 没想到多读书在这一刻竟成为内娱的西游品 让宋丹丹一下找到了知音 你居然说这么深刻的语言 搞得我很愿意跟你聊天 就连杨幂这样女神级别的人物 对徐志胜都得称上一句不简单 徐志胜没那么简单 任何女人只要看她一眼都很难忘记 徐志胜到底有多不简单 只要和她相处久了 你绝对能被她独特的一面所惜 就连江书颖这样的大美女 都无法逃出智胜无意散发出的魅影 当两人在海边就餐时 徐志胜仅凭一句话 就能让江书颖感受到极致的浪漫 海上观落日 也只有徐志胜能这么及时地想出来 被志胜的语言天赋所打动的江大美女 笑得那是一个花枝乱颤 并连声给出称赞 而幽默不只是她唯一的一面 更多的是她骨子里对女性的尊重 之前被问和她经常吃饭的女性 是不是她女朋友 徐志胜再次展现她的男性担当 一番话不仅展现了对女性的尊重 还回应了圈外女朋友所需要的安全感 不愧是除了显示器 其他都是顶配的男人 除此之外徐志胜本身也是一个对情感比较细腻的人 所以她也能在第一时间get他人的情绪 孟姐是一个很坚强很坚强的人 她所有的情绪她自己都能消化得特别好 特别干净 但是我们不应该 因为她能把情绪消化得干净 而让她去承受那些情绪 因为在桃花屋一直都是孟子义给别人惊喜 这次终于迎来只属于自己的浪漫 而这场浪漫是桃花屋她最好的朋友徐志胜和李雪芹给的 此前孟姐一直心心念念看一次蓝眼泪 但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完成 这天凌晨三点多 徐志胜他们将孟姐从睡梦中叫醒 骗她出去看日出 但此时不巧并没如徐志胜期待的那样蓝眼泪不出现 于是两人扛起蓝色灯管制造了一场人工蓝眼泪 迎着涨潮的海水两人不断往里深入 直到远方的海面泛起一片蓝光 孟姐 你看 我在 能看见吗 我看见男眼泪了 孟姐虽然嘴上说着对浪漫过敏 但是当浪漫降临在自己身上时 却还是忍不住感动 这一刻得此好友人生足矣 而徐志胜的涵养和真诚也更加印证了 娱乐圈缺少的不再是爵士容颜 而是文化比喻 争